有很多電視機旁邊的朋友都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社會的現象 比如說老夫少妻、少妻老夫 又或者是跨國、跨地婚姻 跨民族婚姻 又或者是竹門對竹門、木門不對木門 有錢你沒有錢,你富家我不富家 羅麥歐、朱利業那種強行扯 其實這些是否真是因素 Johnny說的其中一種 就是兩地婚姻 尤其是前年多數都是老夫、少妻 甚至可能有些是七十歲的香港男士 和一個可能在國內三十多歲的女士結婚 這些個案我都接觸不少 無論男女雙方我都有 所以我覺得一個問題的成因是甚麼呢 就是說究竟當時他們結婚的時候 是為了甚麼結婚 是否真的適合結婚